小乔说,说乔是,大家好,我是小乔,我们都知道华人足迹遍布全球,令小乔骄傲的是,用华侨华人姓名命名的街道,建筑物等,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世界各地,是什么让他们获此殊荣呢? 有的为纪念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有的包养对经济社会所做贡献,下面就跟随小乔选取的几个势力,去各国看一看吧 20年前的9月11日,华语青年增值在上班途中看到世贸中心遭遇恐袭,原本可以安全撤离的他急匆匆地和妈妈说了句,妈,我没事,我要去救人,便挂断电话,逆行去救人 谁曾想,这通电话后,曾哲在救人过程中不幸去世,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 为了让曾哲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美国纽约华部的一段街道被永久性地命名为曾哲街,这也是纽约有史以来首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 马来西亚施屋市有一条著名的街道叫黄乃长路,街道为纪念19世纪初福建敏青籍华侨黄乃长和福州籍华侨开发施屋而建 如今的施屋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沙劳越州的第二大城市,黄乃长的肯荒精神也被这座城市永远铭记 2016年,在墨尔本富士奎被民众美誉为典型大王的王基米驱使时,数千人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 当时的市长卡梅隆·麦当劳表示,富士奎失去了一位偶像,并拟将富士奎社区的一条街道命名为王基米街,以表尊敬和怀念 王基米的一生经烧卖粤菜做到了极致,俘获了当地民众、明星及政府官员的味蕾 2008年10月3日,何鸿燊博士大马路在埃什托利尔独场北门揭幕 揭幕仪式上,时任卡斯卡伊斯的市长称赞了何鸿燊博士对葡萄牙及该市经济发展的贡献 并向其颁发企业家荣誉奖牌,这也是葡萄牙第一条以中国人姓名命名的街道 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为了让华裔有更好的未来 旅居委内瑞拉拉拉人称亮仔森的高升集团主席 拉省中华会馆副主席冯卓森 专资修建了委内瑞拉第一栋以华人命名的教学楼 拉省中华会馆基于他为当地中文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 任命其为中文学校校监,并命名教学楼为冯卓森教学楼 这就成为了委内瑞拉第一栋以华人命名的教学楼 在毛里求斯的二属卢笔纸笔上,印着一位中国人的头像 他就是朱梅林 二战爆发后,毛里求斯发生严重的食物短缺 时任华商总会主席的朱梅林亲自出面 号召大家配合政府分配食物 立场已成立国土保卫队,积极抗击外来侵略者 在战争的五年间,朱梅林成了包括毛里求斯人在内所有人最敬重和伟耐的依靠 1991年,毛里求斯人民为表彰朱梅林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将他的头像印在该国二属卢笔纸的纸笔上 1963年2月8日,美国政府为了表彰张冯坑博士对南极大陆探险科考的突出贡献 特将南极的一座山峰命名为张石峰,并颁发政府机制奖章和奖状 从此,南极第一次有了一中国人民命名的山峰 其实,以华侨华人命名的街道、建筑物、公园、地铁站、甚至首府还有很多 大家还知道哪些呢?可以和小乔进去互动哦